第一次先進 produce美麗醬 這裡有比較 guide蛋來櫈 哈囉大家好我是洛卡 謝謝 поддерж 怎麼變得還褲吧 我們今天來到了壽司郎 因為在台灣吃了很多間的壽司郎 從來沒有吃到日本 然後今天巧遇到壽司大人就想說 好啦來吃吃看 對 看看他們的菜單跟魚有什麼不一樣 對 跟日本的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味道上啊 或者是菜色有沒有 沒有特別的 首先第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他們這裡不是用倒的 是直接用搖的 有一個湯匙用搖的 江湖的速度是比較快一點點 然後整個環境其實是差不多的 就一樣是杯子放在上面 然後還有紙巾也是在上面 中間有一個迴轉的 不過它迴轉現在是沒有東西 應該是之前的事件 醬油的部分應該是一樣吧 對 這應該是一樣的 這一罐有嗎 有啊 也有 好 那應該都是一樣的 就整個大同小異 然後現在就是菜單的部分 有很多不一樣的嗎 先來看看有什麼麵 有啦 它的麵種類蠻多的 很多拉麵耶 對 然後還有烈火拉麵辣的 大阪小魚乾拉麵 對 那不是重點 我們的重點就是 妹妹又要吃一模一樣的 他應該是要吃無動的 看起來沒有牛肉的啊 它這個是烏龍耶 沒有牛肉的烏龍 哇 真的沒有耶 清湯的炸雞的 有蛤蜊的好不好 炸雞 那我要炸蝦 炸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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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比較便宜耶 360的話 都到100塊耶 我記得台灣買是100塊 超便宜的 好 我們先點一下好了 先點給妹妹吃 它這邊有寫迷你壽司耶 是不是比較不一樣嗎 是嗎 它寫迷你壽司飯 然後工作限定菜單 是不是更小 210 這樣子換50塊左右 其實差不多啦 差不多30 欸 很便宜耶 嗯 它是寫迷你的 不知道是... 三尾魚應該是我們常吃的鮭魚 要點一個好了 看多小 小烤三尾魚 這你比較喜歡的耶 可是這是魚肚的樣子 是不是會比較有一點 沒有啦 美乃滋的 啊這個好了 來一個這個 洋蔥的 然後換這一個 金劍壽司 金劍壽司的話 總類比較少耶 只有這7種 對 可是他們有麻辣的 這邊的話還有 蝦蟹魷魚的 那這邊 魷魚拌海帶是不是 嗯 然後這個烏賊秋葵也比較少見 對 然後再來是 鮭魚子的 這個的話 妹妹喜歡吃小顆對不對 對 我們喜歡吃魚蛋的 有魚蛋的 小顆的魚蛋 點兩個 但是我們台灣的會有小黃瓜 喔 這也是不錯 等一下看一下他們來的是怎麼樣 這裡不知道是 色拉是沙拉嗎 嘿嘿嘿 這個看起來就比較漂亮了 不是美 對沒有 不然台灣就沒有這個拼盤 對 我來看一下副菜單 唐陽雞 像魷魚嗎 章魚塊 可是很多都售完 雞軟骨沒了 雞軟骨 對勒 可是它沒有起司耶 它沒有起司條液 沒有唐陽雞 台灣有 但是它是鯿魚 還有章魚塊 你要吃一個嗎 好 我吃一個好了 吃一個 章魚好了 章魚喔 好 然後再來是 茶碗蒸 這是什麼 好特別的喔 茶碗蒸 味道可能有加醬油吧 他們燒的應該就是醬油 是不是比較特別 土豆沙拉 土豆沙拉的話就是 馬鈴薯沙拉 迷你版的 真的有迷你耶 真的 飯比較小一點 真的比較小 對 飯真的比較小 對 飯真的比較小 對 飯是圓形的 對 它飯比較小一點 就是你不想吃飯吃那麼多 這個就OK 它還有這個 塔碗蒸 同一類的 還有這樣子 蒸蛤蜊 這個可以 這點一個 好 四個應該是 啊 黃雞也應該讓它多點一點 因為台灣只能點四個 這邊不知道可不可以點這麼多的 喔 試試看齁 對 看它的購物車能不能裝多一點東西 哇 看見面好多喔 挺可怕 巴菲是什麼東西 對 它也有這個 迷你草莓巴菲 等一下來吃吃看 等一下來吃吃看 它還有四葉 哇 好多 它甜點種類好像比較多一點 還有這個 醬油盤子 這是那麼標準的 這是什麼 這是北海道香草冰淇淋 我想吃 對啊 還有那個 拔絲紅薯 喔喔喔 對 真的有不一樣 對 還有這個 抹茶絕餅 看得好想吃喔 等一下再來吃甜點 等一下最後我們就狂買了 嗯 它甜點類還蠻多的 而且還有咖啡 我們台灣沒有咖啡 對 熱咖啡 黑咖啡 拿鐵 但是拿鐵沒有 正在準備 然後 等級飲料 可樂 全部都沒了 對 這烏龍茶 它不賣可樂 它不賣汽水 酒的話 其實好像也差不多 它有兩葉 有比台灣多 這個在試的 所以應該也沒有 然後這個有 然後 握壽司 它有五葉 看起來總類是有比較多 牛油 牛油果應該就是那個 蘑菱 還有一個好了 然後 這個 野生三文魚 蘑菱 檸檬 檸檬 生的三文魚 它不是都生的嗎 來看看它的大小 有沒有比較 大一點 好 跟迷你版 好 然後這就是我們比較常點的 起司的 對 對 它這邊的話是用 要用那種簡體的 看法啦 因為它的吃也是簡體的 嗯 它剛才寫的也是土豆啊 翻譯也是簡體那邊 我們發現它筷子也不太一樣 對 它是用免洗的 對 是竹筷子 免洗筷子 然後還有牙籤 牙籤在這邊 這個是魚蛋 魚蛋的軍艦壽司 這跟台灣的一樣 它看起來顏色有比較深一點 對 它超深的 對 然後量好像也蠻多的 你要不要先試試看 好 試試看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味道 很不一樣耶 對 有點不習慣了 我覺得看起來就不一樣 嗯 因為它的顆粒辣小的話 好像更小一點 對 比較小 量很多 嗯 所以應該是不同的魚卵 對 感覺這樣台灣的應該有處理過 就是有 可能有醃過 不是應該是不同的 不同的東西 不同的魚類的軟 對 因為看起來是不一樣的 對 尺寸不一樣 對 美美的麵 來看看有什麼不一樣 對 其實碗都一樣 對啊 這個下面不同 而且我們台灣是紅色 紅色 對 炸蝦 炸蝦 其實蠻像的 裡面的那個糖一樣是這樣 很清澈的感覺 來這個迷你的 哇 加洋中 看看飯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 飯有一個比較小口的樣子 嗯 然後它的飯的溫度 感覺是比較溫的 我們好像是冷的 冷的啊 醋飯一般是冷的 對 冰的 你沒有到冰的應該是常溫才對 它這個感覺也是常溫 還是它的肉沒那麼冷 就是吃起來是 感覺就是台灣的比較冷一點 這裡是比較溫的 了解 然後它的魚肉的部分 又比較厚 吃起來是還蠻Q的 蠻甜的 比較有嚼勁嗎 對對對 蛤蜊來了 哇 這個蛤蜊應該蠻厲害的 可是它的顏色比較深一點 不是那種很清淡的灼白 然後旁邊這裡有一個 炸章魚吧 還有一些萊姆肥脂 先來吃一下章魚的部分 其實看起來不錯 大章魚 是熱的嗎 看起來沒有冒煙 有點燙 有點燙喔 因為看起來沒有冒煙 所以我覺得它味道是很清淡的 海鮮本身的味道非常的淡 但是它的Q度很高 就是你咬起來是有嚼勁的 蛤蜊蛤蜊 有薑的味道嗎 沒有 就是醬油味而已 有一點鹹 蛤蜊本身不會鹹 它這個湯是有點鹹 有一點鮮 然後它有一點點醬香味 一點點而已 它是跟我們常吃到那種蛤蜊的做法 是不太一樣的 味道會稍微重一點點 哇 開動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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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泡在湯裡面 不會湯 有一點喔 它會炸到太軟嗎 會 超軟 因為它有泡在湯裡面 反正我們不喜歡 真的喔 那這個跟牛肉的 你覺得來的比較好 牛肉 真的喔 嗯 我發現它這邊還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因為它有大塊牛舌壽司 還有下面這個啊 這個是生火腿的 蘿蕾壽司 蠻不一樣的 這邊有和牛片壽司耶 這個也是不一樣 還求少年頂壽司 吃一個吧 好 那一個應該是跟動漫瓶做的 這個也點一個 會嗎 對啊 牛肉還 好 所以它也是一樣四盤 好喔 它的位置為兩盤 座位為四盤 對 所以是一樣的 這個厲害了 和牛片 柚子醋豆 和牛片壽司 嗯 和牛的大小 乳脂一般般 沒有啦 其實 小有厚度 但是其實蠻大一點的 看起來這蠻像那個 培根的樣子 對 它很像火腿 很像培根 那上面這個醋丼的話 其實有點像那種 肉汁的丼 有沒有 有點像那種感覺 因為它是 柚子醋丼 所以吃起來應該是會有一個 蒜頭感 然後上面有蔥 有洋蔥 對 他們的大蔥其實我覺得沒什麼味道 就有脆感的味道 對 一個增加口感 口感的丼 那飯也太多了吧 一份嗎 這樣是不是一份 等一下 一個還是兩顆 它這好像是兩顆 你看肉這樣子 其實是兩邊 其實說 它的肉 膠織在一起 該怎麼辦 它要讓你一口 直接驗下去 它有點辣 真的太辣 然後 總算把它分開了 哇 其實 肉算蠻大便的 吃起來像培根嗎 有一點像 它其實所有的味道都很淡 然後一開始我吃下去的時候呢 其實吃不太出肉的味道 它在最後呢 那個味道才怎麼出現 然後我嘴巴就有那個肉的香味 然後 柚凍 它的柚子凍 這一個啊 柚子醬凍 柚子醋凍 這個的話它味道也不錯 也是鹹鹹酸酸的 有一種提味的感覺 那我覺得 第一口下去就是 飯的口感 跟這些洋蔥啊 跟蔥的口感很重 嗯 就是嚼勁 還有包含的脆度 嗯 全部都有 但是口味沒什麼 就很清淡 對很清淡 肉味是慢慢出來 嗯 就到你的脫衣可能出來之後 然後攪在一起才會有那個味道 嗯 這一個是排球少年的 柚子醬汁 它看起來像是一顆大干貝是不是 嗯 裡面是有一個 還是一個貝類的東西 一個貝類的東西 然後裡面都是魚 跟軟 它魚肉其實還蠻厚的欸 對 三五片 在裡面 對 而且是有分 好像鮪魚肚跟 應該說鮭魚肚啦 跟那個 以外的鮭魚肉這樣 它這一份就520塊日幣了 哇 哇哇哇哇 所以它的料才會那麼豐盛 而且看起來像兩份 嗯 因為其實它的飯也兩罐對不對 對 這樣好像一口沒辦法驗一下 可以啦 你可以啦 可以啦 你要猜啊 要一口讓它海味爆出來 沒辦法拒絕吧 那你給哇沙米 庫巴說它可以 庫巴一口吃掉 喔它上面這個貝類好冰喔 喔 它是冷的喔 嗯 是冷的 應該是剛剝下來的那種冰 喔 你這樣講好像是鮮不是冰欸 直接吃了 我沾了哇沙米在下面 好 好滿足 這一個下去就薄了吧 好滿足欸 它的魚肉是這樣整個在你的嘴巴裡面的 嗯 好大份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魚肉是有混欸 不是說只有一種魚肉 對兩種 看起來是兩種 我覺得不只兩種 因為裡面好像還有不一樣 顏色不一樣 對 所以它這個是超級海鮮 大滿罐 對 完全沒有什麼腥味欸 都只有魚香 然後鮮甜的味道 嗯 但是魚會很冰嗎 這個比迷你版那個還要冰一點 嗯哼 裡面的肉是跟台灣那種感覺 是差不多的 喔 酪梨的 它上面也是集沙拉 而且它們沙拉是集的滿細的 它酪梨都要一小片在上面 是不是 這樣子應該是一罐 又是很清淡 其實我覺得魚肉的部分 是真的跟台灣吃是差不多的 並沒有說像我們去吃那個圓竹壽司 會覺得說它的魚肉比較Q一點 嚼勁比較爽一點 嗯 這魚肉其實跟台灣在吃的 真的差不多 對 現在它這裡怎麼會有一番賞 鋼肉 鋼蛋的 不會有一番賞耶 我們給我來一個好了 好 這樣就可以了 790欸 790多少 100多200 比台灣便宜很多欸 好啦 抽一個 開始 肉肉 現在我們吃的嗎 選一個 好 一個 這個 一個 這一 這一箱 原來他一番賞是拿來桌邊給我們抽 對 其實他一番賞 我怎麼覺得看起來不只80抽 台灣現在剛好一番賞的事情超很大 然後他們在講說千盒一般好像是80上下 對 我覺得他看起來好大一盒 但是應該是差不多啦 所以這一賞不知道 也是手帕吧 應該很後面 背墊 我猜背墊 你猜什麼 手帕 好 看誰抽 那你覺得這一賞 我猜 機器人 這一賞也又不是AB賞 這一賞 這一賞還有那麼多 抽一個 抽抽抽抽抽 抽這個 飛鏈 飛鏈嗎 是不是飛鏈 還是是卡牌之類的 飛鏈 是卡牌吧 全部有23種 它是白桌上的 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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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真的是立牌耶 透明的這種 烏拉 哇 還蠻酷的耶 鋼彈的立牌 是這樣一遍 它是印刷的 立牌 其實跟那種 要怎麼講 遊戲有一些限定版的長版裡面 都會有這種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應該在日本 是蠻多會收藏的 先點了一個牛排 油脂好像很不錯耶 因為我剛才看有滴出來 是熱的 我們會很喜歡這個口味 你選的這一個是 有醬汁的那個 焦汁那一個 對 我這個 炒派懂這個是什麼口味 茶碗蒸 焦汁茶碗蒸 它應該海鮮料都在裡面 哇 冒煙冒煙 它的味道變得比較壯一點 裡面有海鮮嗎 應該是油 我把它挖一下 有耶 魚板 這好脆喔 脆的喔 不是Q的 哇 好大顆的干貝 干貝跟蝦子耶 哇 這個好耶 哇 好燙 這個要嗎 這個要等一下喔 好爸爸要給女兒了 那我就沒辦法試吃了 還有 好爸爸的愛心 肉 魚子燒 熱的 還在冒煙 它上面是 感覺好像蘿蔔 蘿蔔 熱的 撐蛋 熱的茶 因為我覺得今天來吃 口味我覺得意外的看 嗯 我覺得味道是怎樣 你覺得耶 剛剛沾很多哇沙比 跟醬油 我用這個比較重 你都沒有用這個啊 然後它炸蝦是親自拿來的 它是怕打翻嗎 我不知道耶 但是它怎麼這麼多 對 炸蝦塔 對啊 五汁 然後飯是兩罐沒有 黑色盤子可能是比較貴的 但和牛的也是這種黑色盤子 奏紋�漲了很多條 無法編譽了 蝦子是有�度的 然後麵衣是酥的 好汁超級燙 因為可能太好吃了 所以我還去台 nonprofits 而且又燙啊 你就趕快醃下去了 對 可是好吃欸 這真的很好吃欸 抹茶絕餅 它怎麼好像果凍的感覺 對 而且看起來不像抹茶 因為看起來好像有點綠茶 黃黃的綠茶凍 飯後甜點 我覺得它不是抹茶口味 他們可能是隨意安排什麼口味的 是這樣嗎 那時候我們沒看清楚 沒有抹茶 那是什麼味道 甜甜的口味 就這樣 對 就甜甜的 然後吃不出來 好啦 差不多了 其實我們有蠻多這一種的碟子 已經被他們先搜索了 桌上吃的部分差不多是這樣子 大家看起來可能覺得 這種的盤子好像沒有很多 這裡還有黃色的 黃色 黃色 黑色 黃色跟白色 那這一種的應該也是有算錢 非常多 都被搜索 應該是在電腦裡面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來去解散一下 那今天這樣子吃起來的話 你覺得口味感覺怎麼樣 還蠻新鮮的 蠻多菜單台灣都沒有 而且一番賞是還蠻特別的 拿在桌邊給我們現抽 桌邊服務 一番賞 這一場的獎也不差 是立牌 不是說配電 也不是說手帕 沒有沒有 對於一番賞的玩家來講 只有公仔才是他們想要的 最值錢 不是值錢 是就想要收藏 對啊 我覺得這也是真的蠻不錯的 就是整個有吃又能玩 算是 對於長輩 對於大人 對於小孩來講 每一個人都可以服務得到 如果有機會 這個來日本的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想要來吃 我們來看 等一下結帳 可夢吃了多少錢 從進去之後 就是自己先抽一個號碼牌 等到號碼牌叫號的時候 再去燒QR Code變這一張 然後你就自己到67號去做 那這一張的話 就是只能結帳單 他不需要叫店員來 不用在那邊什麼算盤子 完全沒有人員接觸 對完全不要 他會中途幫你收盤子 也會幫你拿一番是沒理由 但是你不需要去請他來幫你算盤子 然後最後就是把這個QR Code去算錢 掃描之後自己刷卡就搞定了 那我們總共是吃了5570日幣 所以就是台幣差不多 1300左右 我覺得還OK啦 吃起來小微一點點 可是因為我們也吃了 分量蠻多的 對所以差不多 我覺得是差不多 有機會真的可以來試一下 謝謝大家